台湾市環保局長拿著場計版和玩石劇團團員何影劉煉 宣告的第一屆看見大台中環境教育為電影創作大賽即將開跑 第一個一定要發生在台中市 第二個一定要有故事性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然後拍攝到有環保教育這樣性質的內容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評比 那麼我們希望在9月份來公布這些成績 那可能在星光三夜然後來做一個頒獎 主題以環境教育為主長度3到8分鐘 手把不限分成三組競賽 總獎金約20萬元到9月21號收盡截止 而除了影片比賽之外針對暑假環保局也在8月22號 安排一場環境教育兒童聚 名叫書挖小莫流量計免費讓民眾來欣賞 主要我們的戲前後都會有主持人來跟小朋友做一個互動 那大家可以就是一起來做一些可能動動身體啊 然後一些有趣的戲劇活動 那中間的部分呢 我們的演員也會稍微跟小朋友做一些像問答相關的活動 那最後呢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環境保護相關的議題 把環保的一個意涵呈現出來 小朋友在看兒童劇的過程裡面 就能夠了解我們什麼叫做環保 怎麼樣愛護地球 主播能表示8月15號開放網路報名鎖票 22號當天憑票捐入場 希望將環境教育等議題投話劇升值民眾的心 記者的理解內容才不到